进演之前 我要完成上一集的一个悬念 因为在上一期的时候 我们的彭大哥 和你好牛 是有一场约定的 他们两个人要比掰手腕的 是吧 是不是要现场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那个海哥 其实上次呢 我们已经掰过了 在休息室 决定佳慧姐选不选我 跟不跟我合作 哦 所以结果是 你猜谁赢 我觉得 以我对王月欣的人品的了解 跟对佳慧姐实力的了解 王月欣 是肯定会输的 哈哈 你在发抖哦 我都还没有 谁是三个亿的 谁是三个亿的 谁是三个亿 二 一 你输了 你看 你输了吧 好 他的爆发力好强哦 就跟他的歌声一样哦 我没反应过来 有些人喜欢把歌手的同台的敬眼 看作歌手之间掰手腕 我觉得这个狭隘了 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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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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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佳慧姐跟希拉两位都是很有力的歌手 我现在很饿 她一直很饿的 她一直很饿的 我一看到希拉 我就觉得紧张 佳慧姐 昨天我们上台 她问我的第一句话 你吃饭了吗 她也是问我这个问题 要吃饭 吃饭 吃了一点点 要跟你一起唱歌 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 没有 没有压力的 我知道 我很饿 好吗 已经很饿了 已经饿了 我的天 可以先吃东西吗 光明又被管购 可以团购给我吃面包 吃面包 可以吃吗 可以 你知道唱歌需要很多体力 吃面包最棒 可以 在这里可以随意挑选 你心仪的产品 真的假的 真的 请随意挑选 你心仪的产品吧 带走了 可以再一盒吗 很多的歌手是饱吹饿唱的 对 那我的体质比较奇怪 我唱歌前要吃大概八分饱 对 不像以前也来过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歌手 她爱吃十分饱 所以她在舞台上常常唱着唱着就 真的吗 对 那个人叫薛之谦 好 好 能不能告诉我歌是谁选的 这个歌 希拉选的 是我选的 是你选的 对 原曲是蔡依林 你们两个人唱起了林的歌 是 是 跟真的 跳跃 爱情山山 三十六计啊 不是 不是 是一首抒情歌 然后它是有一种淡淡的味道 对 柠檬草的味道 对 没错 对 没错 没错 这事不适合 我要的 我现在才懂的 我很怕唱成九层塔的味道 我觉得有的时候实力歌手有一个最大的本事是先把这首歌唱成我的歌 然后让这首我的歌变成我们的歌 我们来看看这一歌会不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 两位有请 一首金曲可以传承流传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编曲非常重要 哪怕是以前大家熟悉的旋律 经由不同编曲 或是不同的合作对象 你都可以激起不同的火花 他们给我的试试 我就 这首歌可以变成这样唱吗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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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再见 离醒了才会笑的怀念 突然我记起你的脸 那触动依然像昨天 对自己我终于尝试了一点 是不是回忆里就是短短柠檬草 洗澡里有缘香的味道 曾以为你是全世界 但那天已经好遥远 绕一圈我才发现 我有更远的平线 我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 快乐是我的 不是你给的 寂寞要自信负责 寂寞要自信负责 突然我记起你的脸 爱不来不过一念之间 绕一圈 今天的我们和昨天面对面 我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亲爱的 亲爱的 我当时不懂得 选择是我的 不是你给的 明天自己负责 给昨天的我一个拥抱 曾经大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再见 我会微笑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唱过爱的好 我们都没错 不容易哒 于是不适合 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 快乐是我的 都是应该的 心目要自信负责 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 是我的故事你给的 幸福要自己负责 错过的请你把我 我现在才懂得 希望您下节更精彩 沫尔了沫尔 走了走了 什么意思 是真的会感受到压力吗 没有什么好友压力的吧 不是是他 他们俩的那个声音的穿透力 就是弄得我心脏有点 就是跳得很快 需要急救一下是不是 需要急救一下 真的需要急救一下 这首歌的感染力 除了来自两位女歌手 非常细腻的歌声之外 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 在他们身后的 我们的流行协乐团的 各位演奏家们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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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各位 其实这首歌我刚查了一下 我的天 离开现在也有二十年了 那会你 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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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我想请问一下希拉 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你的歌单里呢 它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有感染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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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还是在中学嘛 这首歌大动我的心 就是因为有一个小的故事 但是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这小故事 因为 因为我结婚了 懂了知道 你们自己想 懂了懂了 不会说 是 第一次爱情吗 说出来了 我忽略 我不敢说 但是在青春年华的时候 你听到那样的歌被打动 你大概也会知道 人生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嘛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刚才在你们演唱间隙 我不瞒你们 我赶紧打开手机 在APP里面再把原曲点出来 我听一听 我说我有没有听错 跟我原来听到的 是这种歌吗 跟我原来听到的 真的很不一样 完全有你们俩自己的印记在里头 对 那个刚斯蒂文跟我说 她说那个 她说 蔡依林有这首歌吗 两位老师唱得太好了 包括音乐 我觉得改得也太好了 对 对 编曲真的很棒 对 很棒 对 完全让我听不出这个 妈声曲 但是又非常的合理 我收到编曲的时候 后头快晕倒 好 我是傻 不是 演唱得很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唱过爱的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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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过爱的好 好 这是一首歌 这首歌 我唱歌 情人 你唱过爱的好 我唱歌 你唱歌 你唱歌 我唱歌 小朋友 的歌 我唱歌 一首歌 就这样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我们的歌的音乐团队 还是很厉害的 是因为他们两个唱这首歌 所以才把这首歌 改成了这个样子 对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做殷宗的它的意义 我觉得尤其我们身为 音乐行业里面的人 在听到这样的舞台的时候 是会觉得身处在 这样的行业环境里 是很幸福的其实 我觉得除了副歌 就他们两个那个声音 这个 那个 好猛 就是那种 贼炫 然后就是 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更吸引我的 其实是主歌 一开始张嘴是希腊先开了嘴 对 然后咬字非常清楚 就是很动人 很真诚 对 我即使看不到歌词 我也能听清她在唱的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厉害 因为她是个外国人 谢谢 对 而且我也必须要提一下 佳慧姐刚才在那个副歌的 高音部分的处理的时候 往回那个一收 对 对 我要的我身材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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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高音 我的天哪 我心都要碎了 就是那 那一下我再会解 哇 就是很感人 对 中午的便当有发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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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看 这个歌就像长在你们两个人身上一样 这个二十年的沉淀 全部在你们的歌声里面 就这样淡淡地散发出来 然后很浓浓地包围住我们 来 我们先用掌声 谢谢Shila 谢谢彭佳慧带来的这首歌 谢谢两位